她除了自己會坐我的位置之外 她還會叫我 會害怕 如果我是妳女朋友 我也覺得妳也來照一下比較好 不是…聽我說 照胃鏡耶 因為她那個時候 好像胃就不舒服 發炎 然後呢 我們就去看醫生嘛 然後看一看她就 反正就排了要照胃鏡 那她因為聽說照胃鏡很痛 很痛 很不舒服 對 所以她就很緊張 她就露出那種 漫畫裡面那種大眼睛 那種很可憐 好像 很像那個邪貓見客 那種眼睛這樣 看著我說 那妳陪我去照好不好 我說神經病我胃好得很 我剛好陪妳去照 她說不管 妳一定要陪我去照 妳如果不陪我去照 妳會不會覺得 妳演大眼睛的人很吃力 對啊 小燕哥 小燕哥 盡力了 大家共免之啦 好不好 共免之 這種角色我們揣摩不來了 對 對 然後反正她就硬是要叫我去照 我就陪她去照囉 我就真的陪她去照 結果照出來 她就 她的胃就真的有發炎還是什麼 好像有點潰瘍 還是被妳欺 我的胃好得很 醫生看報告的時候說 哈先生妳這個胃沒有什麼問題啊 對啊 裡面還有兩副刀叉 對 而且 但是唯一的問題就是 妳的胃帶比一般人大滿多的 妳是不是 那還要照嗎 我看不出來嗎 對啊 所以女生真的很奇怪 連照胃鏡這種東西都要別人 不是 害怕 我覺得這樣才可以有共同的話題 有共同的回憶 對啊 有共同的回憶啊 對 就說你看我們那些照胃鏡 真的好痛喔 真的 你們是不是覺得這個沒什麼 沒有什麼 我派出下一棒馬丁 馬丁 來 怎麼了 蛤 這應該要 這是非常合理的 誰拿這個出來一起啊 等一下 妳知道生小孩有多痛嗎 妳以為那一個月妳在度假嗎 而且坐月子不是很爽嗎 爽 妳說在哪裡 就每天就一直吃就好啦 那妳就在那邊吃 因為 因為她坐月子嘛 然後要坐一個月 她就覺得 生小孩啊 就是因為是我們兩個人的事情 所以 我坐月子 那妳也要坐月子 對啊 所以 就每一天 很浪漫喔 被關起來在裡面 好像坐牢一樣 我們也在裡面啊 而且我還是生完小孩 如果我剖腹 在前面剖了一段 我要休息一個月 我每天想看到妳 不行嗎 對啊 妳在裡面有幹嘛嗎 還不是有護士會送東西來給妳吃 對啊 妳就是吃東西而已 只想要妳的盤飯啊 吃喔 我也是在裡面過了一個月 怎麼樣 很痛苦嗎 我每天是因為那個自動販賣機 我是買飲料 我是這樣用頭的 我沒有去過 然後包括過年那一天 除夕夜 也是我媽帶幾樣菜 我們在月子中心吃一吃這樣子 好好玩 好溫馨喔 很棒喔 好棒喔 每天妳根本 因為老婆那個時候 要開始餵奶了嘛 對啊 然後三不五時 那個就有人會來跟她量血壓 對… 做檢查什麼的 其實妳根本沒有很… 從頭睡到尾沒有 妳是配合老婆的作息 而且我覺得就很… 反的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因為上班族 所以每一天早上上班 就去上班 然後下班就馬上又回到月子中心 然後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沒事情做 然後又吃這些難吃的月子餐 然後就是有一次就是 因為衣服都會髒嘛 所以要回去洗 然後就拿一些新的衣服 然後我就想說 終於有時間嘛 放風一下 然後在家裡也打一點電動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後來去吃燒烤 就像說 因為我要吃好吃的吧 回到月子中心就慘了 因為那個味道都會流在身上嘛 然後一直開始罵我 說可以一個人相受啊 什麼意思 就像好自私啊 對啊 可是沒有 我就是覺得 妳要做就只能妳就做嘛 這個 這樣子其實是人 妳還滿知識的 因為只有台灣又月子嘛 如果你去別的國家都沒有啊 剩完小孩子就這樣 第二錢就回家嘛 我們是在調養身體 跟給小孩子營養 我們也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耶 要不然你也可以帶燒烤 我都會出錢 你帶你燒烤跟你太太吃也OK啊 你幹嘛自己一個人吃 不能吃 做月子不能燒烤 不能不能吃 太能的 這個男朋友其實在一開始 就是我們認識 他就已經開車 然後後來到我們在一起 就是熱戀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 每一次都會 就是出去玩還什麼 就可能一個月 偶爾幾天就會 就是可能去郊遊啊 就海邊玩一下這樣 就他就會開車還載我嘛 然後偶爾就這樣 上班偶爾就需要他來接一下 就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他就跟我講 我覺得妳應該要幫我付車代 什麼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妳都坐我的車啊 我說 蛤 我都坐你的車 那沒關係啊 不然以後我自己 就是我們可以約 那個約 那個我們要去的地方 我自己去好啦 而且我自己也有車啊 而且 妳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妳可以跟我講 因為其實我們出去的時候 油錢 我都會幫忙付 天啊 如果說要就是去太遠 妳這女朋友從哪裡找到 我天啊 不是 因為油錢還會幫忙付啊 因為如果我們是去台中 是每一次都妳付還是幫忙而已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吃飯 我不想要算那個小錢 就是有時候可能男生就先付了 那我就覺得油錢我應該要付 所以只要去台中台南 我就會自己會付錢 就是付那個油錢 是 結果他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說 我覺得妳要付車代 然後我就說 沒有辦法耶 我可能也要想一下 他說妳有什麼好想的 妳每次都這樣坐我的車 妳就應該要付啊 我說妳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妳可以跟我講啊 他就說 蛤 什麼 他就叫我下車 然後妳加到了是不是 不是 沒有 而且其實那時候他 我們在路上他就好像就叫我下車 只是因為我說 我正在遲疑說 我想一想要不要幫妳付車代這件事 好過分耶 對啊 這個很委屈耶 對 而且我也不曉得 他的車子當時正在付單款 我都不曉得 下車我們就分手耶 而且是那個人不接我電話 他把我甩了 他就把我甩了 對啊 現場女生就好圓嘛 對不對 這也好事 那老楊 老楊妳在說什麼 男生真的很過分 我們常常女生是 人才兩師耶 但我真的算 跟你們算得起 人才兩師 我們常常都是這樣子啊對不對 對啊 現場好像反應不熱絡 對啊 反應不熱絡